嗨大家好我是苏培君 今天呢我来到新加坡的第11游区 也就是新加坡的高档住宅区的其中一区 我们高档住宅区里面呢 基本上有第9第10跟第11 所以呢第11区呢 是传统的一个高档的一个住宅的一些区域 所以呢想借此机会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在这里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 跟一些可能价钱上扬的一些空间 的一些关系哈 所以呢我在数的这一块呢 就是这个楼盘叫做Newton 1 也就是纽顿一号 这个地方呢是我现在这里呢 是在第20层楼 也就是整个楼盘的这个活动区 所以呢如果说我以这个方向走过来的话 我把镜头转过来 OK你会发现呢 这个朝向呢是朝北 朝北那很明显的在我旁边这一边呢 甚至你都可以听到一些噪声哈 这个就是呃一个旧的楼盘 那现在呢在做一些拆除的一个动作啊 怎么说呢就是开发商把它买过来之后呢 就是把整栋呢就是拆掉 重新的建立一个新的楼盘上来 那其实这个新的项目呢 也奠定了整个第11的这个 这个指价的一个标准 所以呃往这边看的话 你会发现呢 在这边哈 这个呃旧楼盘后面的话 其实是整个别墅区啊 所以呃你会发现呢 整个地方呢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景观的 呃因为别墅区呢都有一些高度的一些限制 所以呢肯定呢 这个景观是受保留啊 根本没有一些高楼可以建上来 所以我在啊出售的这一个呃单位呢 其实还比20楼还高 所以呢它的景观是非常漂亮的 那在这边往这边看的话 你会发现呢 纽顿一号就是Newton 1啊 非常靠近我们这个地铁转换站 OK这不单只是一个地铁站 是一个地铁转换站 那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地铁站里面 呃地铁线里面最重要的两条线啊 就是蓝线跟红线呢 都在这里穿行过 OK蓝线呢 就是往这个市区方面 啊市市区的方向行驶的 这个红线往乌解路这一带行驶的 所以呢从纽顿一号 步行到这个地铁站 啊你会发现呢 基本上是基本上呢 就是一步之遥 非常非常的这个 啊靠近近在直尺 所以呢大概三分钟的这个步行呢 就到这个地铁转换站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卖点 啊那我就带各位呢来 啊你会发现呢 这个整个四周的这个景观都很漂亮的啊 啊往这边看过去的话 甚至呢啊我走过来 让大家看一看 啊你发现远处呢啊都可以看到这个金沙在这一带啊 啊所以啊这个是景观是很漂亮的这个纽顿这一带 OK所以带大家带大家过来看一看啊 啊这整个二十层的这个活动区其实是蛮宽敞的啊 啊非常亮堂啊你会发现我其实灯光我都没有开啊 那这里呢还有一些室外的一些健身设施 对那我走过来让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时候呢是下午三点半所以呢根本是没有人在使用这些设施 除了第二十层之外呢还有我们第一层啊都有一些啊都都具有完完善的一个设施 好我来到这一边了 那刚才如果您记得话我们是在看这个地铁转换站嘛 那你会发现呢这一带这个地方这个朝向呢就是朝向这个乌节路那边啊行驶过去啊 所以一站之差呢 纽顿与乌节路的地铁站一直是一站之差 池价呢相差很多哈 乌节那边呢现在已经过四千块钱啊的一个池价了 那我们这里呢也最多也是三千或者是两千多啊快钱的这个池价 所以你会发现了整个圣阳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那除此之外呢你会发现了在这一边这个空地 那这里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啊不同啊 啊空地哈 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政府叫做的这个 这个 white sites 也就是说啊怎么说呢 就是说啊政府呢还没有计划说也要怎么去使用这些啊这几块空地 那啊啊像多数从以往的经验呢就是当政府有一定的这个规划 当实际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以这种竞标出售土地的方式呢 来让这个开发商呢来竞标啊如果说这个这个新的一个啊住宅项目呢他们就会来竞标 那你可以想象的话就是以现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啊新楼盘的这个啊奠定的一个新的指价标准 以后的这个指价呢可以可以算是更高的 而且呢都是我们都这里呢都是很靠近乌节路这一带 所以呢我们现在我出售的这一块啊这个单位呢是一个四卧四卫的一个单位啊 178平米啊很高楼的啊20多楼那你看到的景观很漂亮 所以呢现在以少过2400块钱的这个指价出售的话 而且不要忘记这里呢是一个永久低期的这个楼盘 所以呢啊我觉得我们这个纽顿一号这边呢 尤其是我现在出售的这个大户型的这个啊呃单位的话 其实它的价钱都非常合理而且呢啊买主呢改是您的价钱的这个啊 整个啊这个产业的这个保值呢而且上扬的空间呢啊都很高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除了靠近乌节路地铁站 还有呢就是往那一边往这一边啊行驶过去的话 OK往这一边过往这个方向过去的话就是朝向这个五级芝麻这边开过去 那大概两三个站的距离呢就是啊你会到达我们的啊很多的这个高等啊的啊学府啊 包括比如说啊华侨中学呢华中初级学院啊南洋女中英华小学那还有就是啊国家初级学院 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些高等学府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啊他们都是买五级芝麻这一块呢 这个区呢就是为了啊方便孩子上学啊所以啊也就是因为如此呢所以九十十一这一区呢都是属于我们高档的这个住宅区 所以啊希望呢啊这个视频呢能够让你更加的了解说整个第十一区的啊尤其是在这个靠近地铁站这一块的这个啊整个啊发展的这个空间 那如果说您对啊我所说的我所提到的啊您有兴趣的话或者是有意在新加坡投资任何的啊房产的话啊请联系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是96971131 96971131那也可以扫描我的微信号啊加入啊我的朋友圈呢就是我们更想我们再次更加的去详谈啊那好这一段视频呢就到此为止 希望呢有缘呢就是与各位见个面拜拜